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日前,加州范多拉郡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 两名华裔按摩店女老板范某和贾某 因指使员工卖淫并从中获利 将面临重罪指控 但两名被告对此均不认罪 据报,2023年5月 范多拉郡人口贩卖调查小组接到举报 称当地一家按摩店有人卖淫 经调查,范某在该市经营的按摩店存在卖淫行为 然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 范某在安卡迪亚市经营的另一家按摩店 以及贾某在洛杉矶郡经营的按摩店 也存在卖淫行为 对此,调查人员认为 两人和某进行卖淫生意 分别于9月5号和9月6号将两人逮捕 据报,范某涉嫌组织卖淫的 其中一家VIP按摩店 网站信息显示 该店一周7天24小时营业 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晚上9点半 网站上明显显示 有吸引男性顾客的内容 例如,有很多亚裔性感美女的图片 广告语写着 绅士特别按摩服务等 据金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 两人通过精心策划 逼迫他人卖淫 目前两人的保释金均为2万美元 过去,纽约市的华人 传统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但近年来 在当地选举中 开始出现转投共和党人现象 其中主要原因是 出于对民主党政策的不满 例如,不满民主党的教育改革 遏制反亚裔暴力成效不佳等问题 而如今,纽约市的移民危机 恐怕又将加速华裔选民 丧失对民主党的忠诚度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自2022年春季以来 中南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移民 不断来到纽约市 至今已有超过10万移民涌入 纽约市府一直都在努力安置吴振克 但这些庇护所目前已经挤压到 原本亚裔居民的生活空间 据华裔居民表示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日落公园附近 上月初这里的紧急流动庇护所设立后 公园的本质已被改变 原本这里是很多华裔聚集休憩的地点 但现在很多健身房和社区空间 都挪给了约100名来自南美洲 非洲和中国的单身男性移民赞助 对此在公园附近 有数百人集会反对 在此设立庇护所 据一位45岁的陈女士表示 这里的娱乐中心 原本是很多当地居民交流的唯一场所 例如她的舞蹈团 经常就在健身房活动 之前她没有登记投票 因为教育改革之类的议题 对她没有影响 但现在移民问题让她考虑 11月的市议员普选 她准备投给共和党 另外据64岁的陈先生表示 之前她的固定作息 是早餐后在娱乐中心打桌球 但现在她指着周围十几位老球友说 我们现在该去哪里 对此她将这场移民危机 归咎于拜登政府开放的边境政策 此前她曾投票给民主党 但现在决定 这次的市议员选举将转投共和党 未来可能也会投给共和党人 从整体来看 华裔依然是民主党的稳定票仓 但共和党在一些亚裔选民集中的地区 已取得显著进展 据华尔街日报分析发现 在纽约市部分亚裔居民高度集中的地区 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也在逐渐将选票转向共和党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 更无法将其驱逐出境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 报告显示 部分无证移民拒绝向当局提供地址 部分人填写的资料难以辨认 也有人以教堂、商业场所等地作为住址 这些情况导致执法人员难以跟进 此外部分移民一旦知道 边境巡逻队接受某个地址后 会在内部群里相互分享 导致个别地址被重复使用500多次 据审计官员表示 国安部每月释放6万多名无证移民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必须掌握他们的行踪 才能实施逮捕、遣返等有效执法 但若资料不全便无从下手 对此边境巡逻队也表示 不断拥入的无证移民 已使该部门不堪重负 现在已经没有人手 可以确保对方提供的资料准确性 很多时候就算他们据填地址 巡逻队也只能放人 在这次报告中 当局研究了25000个没有地址的移民案例 发现其中有超过一半人抵达目的地后 没有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道 除非他们犯下其他罪行而被捕 否则他们就可以藏在人海中 从此留在美国境内 对此国安部在回应报告时表示 因国会未能妥善立法 导致移民制度混乱 报告忽略了有关部门在执法时 所面对的限制 最近美国科学家在内华达州 发现一个新的锂矿 目前正在加紧开采工程 锂是目前电池中最重要的金属元素 几十年来一直由中国主导市场 因为全球开采出的锂 有90%都是在中国精炼 因此美国在追求清洁能源的路上 非常希望有自足的锂矿 最近一项新的发现 或许可以让美国的这个愿望得以成真 据报 美国的地质学家 在内华达州和俄勒冈州交界处 一座古老的超级火山内 找到一个可能是全球最大的锂矿床 价值预估达14800亿美元 据报道指出 随着这个锂矿的发现 美国或许能够摆脱 从中国进口锂的依赖现状 据媒体报道 地质学家认为 该火山口约在1900万年前形成 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600万年前 随着火山的爆发 矿物质被推到地表 留下富含锂的粘土 上次喷发后 火山口内形成了一个湖泊 经研究小组对该湖泊的沉积物分析后发现 锂浓度很高 据悉 对于这个锂矿 美国计划最快将于2026年进行采矿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 每年开采4万吨 开采期为40年 结束后再回填矿坑 以2022年电池及碳酸锂 每吨均价约37000美元计算 该火山口锂的蕴藏价值 可能高达14800亿美元 不过对于这个锂矿的开采 目前采矿工程遭到原住民部落的抵制 这些部落声称 当地有91个重要原住民文化遗址 12号下午 苹果的新产品发布会预计登场 据估新一代的iPhone系列手机 Apple Watch以及AirPods都将同台亮相 但值得关注的是 有消息传出 这次新出的iPhone新产品 可能产自印度 或将成为历史上头一回 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苹果计划在全球新品销售的第一天 在南亚和部分地区 供应印度生产的iPhone15系列新手机 消息人士透露 虽然绝大多数的iPhone15新手机 仍在中国制造 但这次将成为 苹果首度在全球供应 由印度组装的最新款iPhone 据报道指出 这凸显出 印度正在日益壮大的生产实力 并反映出 苹果已大幅改变之前的策略 近期 有不少西方国家官员 指出中国经济乏力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似乎美国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 但事实上 中国经济没有崩溃 反倒是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 据报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中国面临经济困难 既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影响 也和中方经济政策有关 另外 澳大利亚财长称 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对澳洲构成冲击 此外 副财长阿德耶默也称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将主要波及亚洲邻国 对此 毛宁表示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但中国经济持续复苏 总体回升向好 上半年的中国GDP年增5.5% 明显快于去年的3% 毛宁强调 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方有信心 有能力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据报道指出 现在 除西方国家的官员 公开指称中国经济不佳 西方媒体也在纷纷报道 中国经济低迷景象的消息 引起中国方面强烈反应 近期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质疑上海已沦为鬼城 暗示上海经济萧条 对此 环球时报11号刊发社评 指出 上述言论为唱衰 造谣 并称 要将造谣中国经济的内鬼抓出来 对此 有网友表示 经济好或差 不用看政客怎么说 也不用看媒体怎么报 看看自己的口袋 看看身边人的工作 看看自己所在地的商场 工厂 餐馆 怎么样 老百姓的生活现状 就是最好的经济表现的反应 最近在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下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新措施 据路透社12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人民银行将收紧5000万美元及以上额度的购汇 并将该部分购汇审批权限集中到人民银行 以此缓解人民币汇率下跌压力 最近几周 中国当局通过持续设定强于预期的中间价 加大力度减缓人民币的下跌步伐 本月初人民银行还宣布 自9月15号起 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 由现行的6%下调至4% 据一名中国银行界人士称 前几天汇率再度跌破7.3% 看来人行政策还是有储备的 大幅贬值应该能告一段落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啊重啊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